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问过我 诶 你的视频当中的背景音乐 都是些什么呀 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 我用的音乐名字实在太多 我根本都没有记住 另外呢 每一个视频当中 总是有很多不同的音乐 而且我是随机挑选的 我也很少会在意那些音乐的名字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音乐呢 在视频当中 或者说音效加音乐呢 在视频当中占了角色的比重呢 是非常重的 我之前出过一期视频说 一部好的视频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音乐 去衬托的话 无论你有再好的画面和剧情 也只是成功了一半 也就是说在我印象当中呢 音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甚至是超过50%的一个比重 背景音乐呢 在视频创作领域当中 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我们平时在使用音乐的过程中呢 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在一些珍贵的平台上呢 其实我也想 因为现在市街上有那么多好听的音乐 我干嘛不随便拿一首音乐过来呢 比如好听的卡农 周华剑的进取 全部拿过来 放在我的视频当中 那样视频一定会增加很多分数 可以表现很酷炫 很悲伤等等 但为什么我不能那么做呢 是因为在很多地方呢 音乐是有版权 是受到版权保护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随便使用别人的音乐 尤其是在YouTube这个平台上呢 如果说你使用他人的音乐 没有听过授权 你得到一个结果就是 要么你的视频不能盈利 要么你的视频就被拿响 这是音乐版权的一个问题 当然了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去一些付费的音乐网站 买一些现成的音乐 那样听起来也很酷 但是我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 既可以避免这个版权秋分 又可以做属于完全自己定制的音乐 而且你不需要非常懂音乐 而且只需要懂一些简单的操作步骤 比如说好的音乐开场 真的可以给视频加不少分 我们来个小小的开场 爱那些真心的感泄源 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呢 登录屏幕现在显示的这个网站信息 登录上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通过电脑AI智能计算的 一种创作型的网站 具体的说是创作音乐软件 音乐呢是通过AI创作 完全自我定制 所以几乎很难出现完全一样的 而且操作非常简单 几个步骤 选取创作 生成音乐 在音乐当中进行自我定制 之后呢再进行管理 比如说下载存储 如果大家想先试一下的话 非常简单 可以try for free 当然如果想买年的话 一个月也就花4块9毛9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是如何做音乐的 点击右上角 create music 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创作界面 在这边呢是场景 这边呢是心情 这边呢是乐种 这边可以看到可以选择slow motion food 食物啊 自然啊 fashion啊 还有生活方式 在这边点生活方式 在心情可以看到是开心呢 还是沉静呢 还是想认真一点 还是想带有点希望感 或者说很悲伤 或者说很平静 或者很紧张 这样的话给我们在选择音乐主题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比如这边我想有点希望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hiphop 或者说一个吉他式的音乐式弹奏 选好之后呢 点击这边create music 音乐还算不错 然后点击暂停之后 在这边呢可以选择一些自我定制 比如说melody 可以选择不同的melody 每一段节拍呢可以选择 是激活 还是用一种方式演绎出来 每一个上面都可以定制一下 然后在这边呢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式就是 可以选择时长 比如说我们开场只有30秒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30秒 这样的话不用生成很多额外的音乐 如果说我们开场长一点的话 可以变成一分钟 如果说我们想做一个片中曲 或者说插曲 可以选择三分钟到三分半 在这边呢我选择一个短一点的 比如说两分到两分半 它自动就生成了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听一下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 点击下载 然后保存到这里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看到有下载的记录 如果说你有视频想搭配使用的话 可以把视频呢拖到这里 上传过来 然后这是历史记录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些音乐 也就是现在大家看的这部视频当中 一些配乐 大概就这么简单 我们继续 在这部视频当中呢 大家听到的所有的背景音乐呢 均是通过刚才的方法制作的 那试想一下 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工具呢 制作出很多 专属于自己的音乐 不会限制到任何的版权纠纷 你的视频个性是独一无二的 你可以有个好的开场 好的讲述故事的方法 还有好的结尾音乐 片头片尾片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有高效 可以增添视频内容 有趣度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拥有自己的音乐 通过不同曲风的音乐呢 添加到你的视频当中 可以让你通过画面的方式来讲述 更加令人听得懂的故事 一个好的音乐搭配呢 会让你的视频 看起来和听起来都是那么的完美 一部好的视频作品 如果没有好的音乐衬托 绝对成功不了 但是现在能够自己做音乐的人 又有多少呢 现在这个局面稍微改变了一点点 真的希望大家呢 今天看过我的视频之后呢 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编辑撰写 创作自己音乐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捷径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能够积攒很多自己的音乐 这样的话在版权问题上 你不会遇到 同时呢 在视频创作上一定会加分 如果大家喜欢这张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 另外呢 希望未来视频呢 可以更加精彩 记住 没有音乐的视频 是很难成功的 但是并不是说 没有音乐的视频 就不是好视频 有好的背景音乐的视频呢 算是锦上添花 或者说是画龙点睛 好了 我们下期视频 接着再见 如果大家学到任何一点东西 记得分享订阅和关注我的视频频道 如果大家想使用这款软件的话 去视频下方简介 可以得到一些优惠嘛 怎么样 有好的东西 都在给你们分享 是不是 拜拜 来一个档季回肠的 回家音乐 我们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